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另一半少点外卖 4号 那男嘉宾 那你会给女朋友每顿都会做饭吗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 就是第一点我是觉得 有的外卖它不健康 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然后第二就是 我个人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在家里做饭吃的 所以的话 其实我这句话更多的意思是希望说 两个人在家如果说有空休息的时候 可以更多的一起做饭 在家吃饭 我觉得是情侣之间比较温馨 比较甜蜜的一件事 好的 12号 男嘉宾好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出来 特别像我爸妈跟我说的 好 他们经常给我发外卖的危害性 就给我分享这种视频 然后但是对于我这种独居的女生来说 其实点外卖性价比非常的高 比自己做饭 因为我买食材经常做不完 然后可能后面就坏掉了 然后后面反而想想还不如抵外卖呢 所以我现在经常都是外卖度日 哦 现在的很多外卖我发现 它和早期的外卖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发展点 现在有些外卖它做的健康标准也OK 当然像她说的这样 那当然自己做更温暖 那当然自己做更温暖